朱婷,在场上多帮助球队。 郎平,打日本开始才是考验。 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战,中国队首战三至零青曲阿根廷,上演青年国家队个人首秀的朱婷,拿到全场最多的16分,赛后朱婷表示自己在场上会提醒年轻的队友注意节奏,而郎平则认为对中国队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到来。 面对实力一般的对手,中国队依然给予足够的重视,开场几乎以奥运阵容首发,不过首局上来遭到对手不小的冲击,一船不稳拦网不利,甚至舞致失落后。 在谈到首局比赛队的起伏时,朱婷表示,第一局大家还处于摸底试探的状态,第三局才进入中国队自己训练的状态,我们要向对手学习好的地方,阿根廷是只不错的队伍。 朱婷谦虚的表示,回归国家队的首秀,朱婷打满全场,他称自己的状态还处在再恢复阶段。 整场比赛,朱婷在场上不时提醒队友,谈到对于自己带给球队的改变,朱婷表示,其实不只是我,场上还有很多参加过奥运会的队员,他们都对场上的情况有自己的判断,我当然也会提醒大家注意场上的节奏。 征战土耳其联赛两个赛季,朱婷的心态和技术都比2016年前要成熟许多,主教练郎平坦言朱婷的回归给大家带来很多信心,不过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,毕竟现在还没有面对强队,真正的考验要从下一场开始。 具体到与阿根廷的比赛,朱婷也看到了不足之处,我们的团队配合依然不够默契,上来对阿根廷的了解并不多,有些传球不过到位,需要调整节奏,不过队伍的反应有些慢,我们的一些球员还缺乏经验,希望团队配合在下一场能够得到改进。 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战第二场,中国队将对阵中田九美之教的日本队。